那凱莫的海公怎麼會看得到九哥呢 真的 還是我們今天大家 我們不要路跑了 我們來玩狼人殺 有人會玩嗎 欸 等一下 2024年有機會可以跟凱莫有什麼合作呢 呃 最近就是想說來跑個步這樣 啊 啊 怎麼在 沒有沒有 就是希望 就是2024年可以有機會跟凱莫集團 然後跟組的音樂有一些作品上的合作 這個好像其實是去年8月時候的事情 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那我們本來就是 因為我自己私底下本來就一直有在 打得做鋪客的這個 就是競賽的這個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呃 有一點覺得被 被過度放大了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個事情是是沒什麼的 對 感覺去年好像有點犯太順了 真的犯太順 去年是犯太順沒錯 有問嗎 呃 我爸有說教給我小心一點 哈哈哈哈 對 然後我說我不是我自己 就是就是 過年嘛 大 對 就打個牌這樣子 對 也沒有特別說 因為我們打打麻將打牌 有時候朋友的朋友 你也不知道說 什麼事情啊 對啊 或什麼 對 就是他的朋友的朋友 也不是說不認識 就是我們也是打過幾次牌這樣子 對 但是我對他的 就是這個人在 就是你在打牌 你不會問說 欸 請問你在做什麼的 或是就是 就是 問得很細 或什麼什麼 就不會去理解到那麼深 因為就是 在牌桌上 大家就是 主要是在 Focus在德州鋪客 這個運動上面 這樣子 嗯 那你那一天有 有 有 對 很厲害耶 第幾名 第二名 第二名 對 我們那天應該要玩蠻小的吧 就是 幾千塊而已 我們說你過年時間 你還有在玩德州鋪客嗎 還是要玩啊 對啊 會有原因嗎 就是 在玩德州鋪客 所以請身邊的朋友 有些問一下 欸 是在做什麼的 在拍照嗎 對 然後不要拍照這樣 沒有啦 因為我覺得德州鋪客 就是一個 因為像現在已經就是 也是合法化了 那我覺得它是一個很 就有點像 狼人的殺人 你知道嗎 就是它是一種有點 禁忌要動腦 就不 它不完全是純獨博 而就是說 你必須要透過一些 觀察 還有你的一些 籌碼的應用等等的 而且我們 我們之後也可能會做一些 德州鋪客的新節目 哦 對對 我們就想要把它 這個運動變成一個 禁忌化的 就像戰隊一樣 就像以前可能 打電動的小孩 可能會被爸爸媽媽媽說怎麼樣嘛 可是如果你以後 打石頭鋪客 然後去代表台灣出國去比賽 然後去美國去日本去哪裡 這樣子的時候 你就可以 就是像一種榮耀一樣 對 那個地瓜球的世界吧 對對對 沒有啦 我覺得那個世界真的 對我而言 我真的覺得沒有什麼 因為我們 可能我們認識偉晶 就是很久都知道 他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可能 平常講話 因為完全可以理解到 他沒有任何的 不尊重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情 對我而言 我就覺得說到底 發生什麼事 所以 可能就是一般的大眾啊 不要這麼的去 這麼刁鑽的去解讀一個人的意思 因為他 真的沒有那個本意 好